我们做刚刚的枫叶,透明枫叶的时候 最终我们要做成这样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在枫叶的上面 它的material里面有个transparent 然后要打勾 打勾之后 打勾之后这个ARPA要设成0.0 这样子的话,它那个透明的部分才会完全透明 那第二个呢,是在枫叶上面 它有一个tature 上面的influence 里面的ARPA是1.0 然后呢,spencil spencil就是让他们的那个 本来边缘亮亮的地方不会亮 这个部分spencil打勾 然后呢 这样子做完之后,枫叶是透明的,没错 但是地板的阴影是方形的 地板的阴影方形的怎么解决呢? 要找地板的shadow里面 Receive Transparent把它打勾 这样子才会只有枫叶的阴影 那所以我们就来做一遍 但是要做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枫叶抓下来 那我这边呢 有一篇透明贴图的文章 那我先把它贴上去 上面有那个下载点 就是那个枫叶模型的下载点 那我先把整个专案下载下来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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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里面 里面这里 有一个画 Maple Color Alpha 看一下画 开了 开了Flesh 我不想开这么大的动词 这确实是一张透明枫叶图 没错 所以你可以解开那个档案去做 那这个工业图呢 我这边有写一个搜尋档 因为它不是我做的 所以它这里 是来自于那个Blender的官方网站 好 OK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就 直接用这一片 那我首先呢 就先 把Blender整个关掉 重开 好 这一个立方笔删掉 按Shift A 新增一个里面 把它拉大 就是当地板 然后再按Shift D 再把它拉小 就当枫叶 好 OK 好 其实用Shift D 可能不见得很好 因为这样 两个材质都会是一样 看一下 OK 还好 还这样的材质 OK 好 那这一个呢 我就给它mule一下 mule一个材质 OK 好 这一个 我也要mule一个材质 OK 那这一个 的 材质 我们就叫做Brown 就是立方 那这个的材质呢 我们就叫做 立 树叶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把树叶的材质 给叠上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把这个 发文的部分 选择 image or move it 但是 但是在做之前我想我先存档一下 我把它存在正确的位置 会比较好 好 我们 跑到 刚刚的这个 立 的 进来 进来 进来之后 我们在F12 你会看到 它的枫叶呢 没有透明 就是 就是 旁边是白色的 而且下面这个还是方形 那 为了要更清楚一点 那我们 要让它变成透明 我们必须要设定 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这个transparency 要先打勾 这个 要设成 0.0 OK 按一下 哦 错了 阿巴不能设 5.0 应该是 看一下 1.0 OK 欸 阿巴到底应该设多少 我确定一下 我确定一下 好 transparency 工业平面上面 阿巴射成 0.0 欸 没错 好 那现在 所以阿巴应该要设0.0 好 接下来呢 还要设哪里 另外一个地方 没设 好 Tature 的 Influence 阿巴要设1.0 Tature Influence 阿巴要设1.0 Tature 是这里 Influence Influence 的 阿巴 要设1.0 所以要打勾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欸 再 再显示1.0 OK 有人 那 咦 我们现在边缘 已经很平了 那 之前 边缘不平 就是 我还设了 Spencil 那 这样反而看起来 怪怪的 有一点边缘的感觉 所以 不如这样好 好 这样 OK 如果你觉得 Spencil 好的话 就设起来 OK 好 接下来问题 就是那个 地板 地板接收 的部分呢 它 它 一次方形 好 所以我们要在地板的 这边 好 在地板的 地板的 地板的 shedding 这边 地板 我这样选地板 没错 OK 地板的 应该是shedding 看一下 地板的 小寸 Receive 这边呢 把Receive Transparent 也打勾 好 这时候它的阴影 就变封叶的阴影 当然这样还不是很好看 所以你可以去抓一个 抓一个那个材质来 我们把之前的那个 一些材质给放进来 就是 木头材质那些 OK 像这个木头材质我把它放进去 好 OK 往上 然后到立体这一次 把它贴上去 然后我把地板的材质也设起 这样应该会很弹很多 好 那我现在把地板的材质 设起 好 OK 那 地板的部分 这边要选 Image code 按 然后按 Open 选这个 地板的材质 OK 再按F2 那这样就得到一个 枫叶 投影在地板上面 但这个材质有点太粗糙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Repeat了几次 就是 就是 这个 五遍 Image Matic 这边Repeat了 射个三次 好 这样就比较细一点 OK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亮 我们看一下 环境光稍微射一下 稍微射一点环境光 会比较不会那么暗 好 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人 那枫叶 投影在地板上面 好 那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